男人被绳子绑在树上 还以为是女友在和他玩游戏 接着下来一根钢丝绳套圈 勒紧了他的 男人心想原来女友喜欢玩野的 然而等女友出现看到这一幕时 吓得转头就跑 他不知道钢丝绳的另一头绑在汽车上 女人上了车就启动 眼看钢丝绳瞬间拉紧 男人却什么办法也没有 随着女人脚踩油门 男人的东西就被整个扯下来 简直不要太惨烈 另一边这个男生在房间地面上 发现了一个洞 洞里伸出一根尖头木棍 他好奇地趴下去看 下一秒就被棍子插下了一只眼 男生痛得哇哇大叫不知所措 室友也被吓得花容失色 男生拽着棍子慌乱地到处转 结果撞在门上 木棍整个贯穿了他的脑袋 男生当场隐恨西北 此时夏令营的其他人 还不知道有命案发生 这位刚吃饱饭的黑妹回宿舍躺尸 而房顶上蹲着一位黑衣人 正在盯着他 床板下挂着的被单滑落 上面静布满了密密麻麻的钉子 黑衣人跳下来 床板被折断压在黑妹身上 瞬间把他扎成了马蜂窝 黑妹就此凉凉 夏令营里接连发生离奇命案 所有人都怀疑是小胖做的 因为平时小胖受尽了排挤 他有理由报复这些人 几天前小胖在食堂里被助教欺负 助教掀了他的盘子 把他撞倒在地 还要他吃干净地上的食物 小胖站起来准备反击 却被旁边的教练看到阻止 教练责怪了小胖一番 只因他本来就不被周围的人待见 小胖没吃饱饭来厨房找吃的 刚把冰淇淋炫进嘴里 就被厨师找麻烦 两人争吵了几句 厨师把鸡蛋砸到小胖身上 气不过的小胖拿刀向他扔去 好在有惊无险 没有伤到人 但迟来的校长此时近来正好看到 立马不分青红皂白地 把小胖骂了一顿 伤心又愤怒的小胖扬言 要把他们都杀了 接着就跑出去了 这些人都没有把他的话放在心上 不料接下来的几天频频死人 这个厨师正在炸薯条 后面却来了一位黑衣人 他抬起厨师的双脚悬空 厨师以为是同事恶作剧 让他赶紧停下来 不料对方不紧不听 还踩上了凳子把他的脚抬到更高 厨师双手扶在油锅边缘 渐渐感觉到吃力 他的手开始来回打滑 慌乱地请求对方放手 然而黑衣人并不打算放过他 只见他的脚被抬得越来越高 几乎快完全成竖子 随着滋滋的响声 厨房里瞬间肉香扑鼻 等厨师被放下来时 已经变成外焦里嫩的烤肉了 黑衣人拿过垃圾袋把尸体装进去 然后扔到了垃圾桶里 就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这天小胖又被人欺负 条文男孩狠狠揪住小胖的胸口猛掐 小胖吃痛把对方推倒在地 时来的校长看到这一幕 又是把小胖逮着一顿骂 然后赶他出去 小胖在夏令营的日子越发不好过了 他们正在玩真人CS时 不论是敌对方还是小胖一个队的 都死命地朝小胖射击 把他围在一个圈里实施霸凌 直到所有颜料子弹都打在了他的身上 晚上黄毛一个人在外面睡觉 突然间手脚就被绑在椅子上 黑衣人拿来汽油管塞进他嘴里 汽油源源不断地灌进黄毛体内 接着黑衣人用胶带封住了他的嘴 插上一根烟点燃 几秒后黄毛全身起火 最后被烧成了一具胶尸 教练想让警察调查调查 但被校长阻止了 因为他不想影响夏令营的生命 校长不知道黑衣人马上就要来找他了 小胖再次被一个黑妹戏弄 妹子不断地用纸团砸他 小胖上前和黑妹理论 然后把手里的饮料泼到了他身上 这一幕刚好被迟来的校长看到 小胖再次被呵斥然后被赶出去 周围的人尽情嘲笑着他 校长刚一出门就被敲晕了 醒来发现自己被绑在椅子上 黑衣人拿来鸟笼带在他的头上 校长一脸猛逼但丝毫动弹不动 只见黑衣人拿来一个麻袋 朝带子打了一下 里面的活物跳得更厉害了 校长还没弄清那是什么 黑衣人就过来把动物放进了笼子里 原来是一只吃肉的大老鼠 不知道过了多久 别人开门进来找校长 就看见他已经被啃食的只剩一具空壳了 实在是太残暴 女人醒来发现脖子上套着绳索 抬头一看自己被绑在篮球架上 下一秒黑衣人按下开关 轮轴转动绳子上升 渐渐把女人掉离地面 女人慌忙求饶 以为黑衣人就是经常被欺负的小胖 但对方并没有停止 好在阿伟及时出现 黑衣人趁机逃跑了 阿伟和警察合力就吓了女人 看着喜欢的人被伤害 阿伟义愤填膺地拿着锤子就要找小胖算账 此时小胖正在树林里和青蛙玩 只见阿伟过来对着他的脸就是一锤子 小胖被打趴在地 但阿伟还没有息梦 用锤子一下接一下地打在小胖的背上 为什么他们都认为凶手是小胖呢 那是因为小胖长期被他们霸凌 有理由找他们报复 前不久小胖被笑话喊去玩游戏 让他进小黑屋 里面有一堆人在玩真心话大冒险 小胖满怀期待的进去 却发现里面漆黑一片 下一秒他被一群人团团围住 几分钟后一群男生出来 手里拿着小胖的衣服 一个人爬上梯子打开聚光灯 等小胖从后台出来时 所有人都看到他光溜溜的 舞台下瞬间爆发出一阵阵嘲笑声 之后小胖被误认为是凶手 被阿伟教训 但众人找到小胖时没看到阿伟 他们询问小胖 按照他指的方向笑话走进树林 在不远处发现了全身被包皮的阿伟 而且他睁着眼睛还没死 笑话吓得尖叫起来 此时黑衣人朝这边走过来 他一边走一边卸掉伪装 来到众人面前 原来凶手是夏令营的前教练 他看不惯这些人欺负小胖 于是找机会一个一个的报复 这位疯癫的凶手发出张狂的大笑 实在甚人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电影名叫重回血腥死亡营 感兴趣的可以去看看原片